苏氏的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可谓是跌宕起伏 在他64岁的人生旅途中 围观四十余载在十余个地方任职 最远被贬至丹州 也就是如今的海南岛 虽然总是被贬折 一生颠沛流离 但苏氏有着 此心安处是五乡的平和心态 爱吃的他干脆化身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美食家 在被贬的路上发明了东坡肉 东坡肘子等美食 被贬惠州迷上了荔枝 到了海南丹州又爱上了槟榔 槟榔在海南岛是离族同胞的日常美食 具有很好的厨师功效 苏氏在海南生活了三年 耳濡目染之下也就喜欢上了嚼槟榔 在央视网《你不知道的历史奇闻》中 百家讲坛主讲人于庚哲教授 曾提及苏氏的诗词 生动地讲述了苏氏 关于匾折海南的这一段历史 苏东坡的一大优点就是 从来不像这个逆境低头 走到哪儿都能发现好吃的东西 关于这个槟榔也写过 叫做提江秀郎几间 那里边就说是暗设助人沾茉莉 然后呢 红朝灯夹醉槟榔 吃个多 陶醉了 而且呢你看那个那个妩媚的样子 两个脸颊 红彤彤的 就这个像喝醉了一样 就这个面色 最有醉效果 对对 最有醉效果 隐产地在海南岛 位置偏远 加之运输保鲜困难 导致槟榔在彼时 只有贵族阶层才有资格享用 其地位甚至要高于茶叶 是达官贵人护赠之上等仪品 在文人默克之间也十分流行 深处丹州的苏氏虽然远离官场 却也因此有机会享用新鲜槟榔 甚至因喜爱槟榔 苏氏就把自己所住的房子叫做槟榔居 房后还种着一片槟榔林 可见他对槟榔的痴迷程度 已经62岁高龄的苏氏 在丹州也没闲着 他开设学堂亲自教授 传授儒家诗书礼仪之道 使当时还是荒蛮之地的海南 文明开化 也培养了海南有史以来第一未进士 开启了海南岛的重文之风 深陷囹羽也不忘关注民生极苦 朝廷对他下了不得食官粮 不得住官社 不得签书公事三条禁令 他本可不理政务 清闲度日 但他仍默默作为 可以说海南岛真正的发展 是从苏氏开始的 在66岁的时候 他又被调回京城 在归途中 并逝于如今的江苏常州 一代文豪苏氏就此陨落 只留下了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方吟笑且徐行 那个霍达超脱的东坡先生 让后世惊养